据台湾媒体报道,周润发和老婆陈慧莲结婚31年恩爱如初,一向低调的发嫂,近日罕见接受港媒访问,畅谈夫妻间的私事,发嫂更曝光发哥鲁获她放心关键,甜蜜问,是不是神经病? 但脸上满是笑容,幸福模样,异于眼表,一个是香港影坛巨星,一个是新加坡千金,生活背景不同的两人,是怎么认识的?原来是发嫂有朋友认识发哥,她就要对方介绍,没想到有天发哥真到了新加坡,有人邀发嫂去看明星,真的见到周润发,就是这么奇妙,就是这样开始,不过当时他们只是朋友, 某天发哥打电话给他,问他,你可以陪我吃饭吗?原来他因为曼谷转机没有座位,要多停留一天,两人就去吃饭,因为新加坡人很喜欢去机场送人,第二天发嫂穿着短裤,拖鞋,头也没有书,就去送发哥,他回到香港就天天给我打电话,就是这样开始的 谢谢大家